還有一個句話是女生喜歡一天到晚問男生 讓男生覺得非常煩很害怕 就是我聽到哪裡不一樣 然後就是愛考男生 他頭髮變一點點還是怎麼樣修一點眉毛 我們男生哪看得出來啊 那我們隨便講一個我們心情都會變很好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我常常發生就是 就是我太太從很長的頭髮剪了短髮 然後問我說 你真的沒有發現 然後就問我說 發現我不一樣了 你知道每次問我那個 剛好是在打電腦的時候突然轉過來 我說有嗎 有的時候早上一套褲下午已經換一套了 下午的時候你跟他說 你要不要換個衣服 你怎麼穿得跟早上一樣 他已經換一套了 對你根本無法察覺他這種穿著的改變 所以這個是女生會很生氣的嗎 不會要是你發現 都沒有辦法發現他到底哪裡不一樣 就說你變美了 或你變瘦了這兩個就夠了 對啊 每根瘦就可以了 對啊這是很意象的事情 你沒發現我們聽到好像是爽啊 可是交往前的時候 很多男人只要女生有一點不一樣都可以發現 可是交往後的話 他就算整個人都換一個人 本來就是這樣 要放一些在工作上啊對不對 沒有就是很正常啊 不正常啊 如果每個生活都愛情濃度那麼密喔 我告訴你在才能撐不久 而且就會大量作假 因為不可能都那麼熱烈嘛 吸水場 可是你們有一點點改變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看得出來 我們都看得出來 真的改變的是你們 就是本來我們兩個談戀愛的時候 很開心你來找我我來找你 後來確定關係以後呢 就開始介入每個細節 那有 就是重心要找我們查啦 對 然後我這麼嚴重啊 不是這樣 其實那是這種關係 你知道你要關係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分心 本來愛一個人是很專心的 因為你要管很多事情 我覺得這不能普遍講 那你就愛就變直啦 沒有阿德我覺得這不能普遍講 為什麼 因為你對的對象不一樣 有些男生是比較細心的 OK 所以很快可以分辨出來 可以有的人真的是少一根筋 這樣的男生你一直去戳這件事情 你只會讓自己受傷而已 所以我覺得你要講這個事情 你要看你對應的對象是誰 他是對外在很 很有sense的很敏感的 OK 他有sensor的 他有雷達的那個 你再去問他這個話 如果他就是一個很出線條的人 你去考這個事情 你只會讓自己很生氣 就會氣這樣子 就是自己再跟自己過不去 跟他真的沒有關係的 真的 沒有美人姐講了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說 你要去討愛 你要有把握討到愛 而不是每次去討 亂發亂發 然後每次都變成是吵架 你告訴我這就是你們的 一點點都不精準 所以我告訴你 女人只有什麼時候 可以去問男人你愛我嗎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做完那件事情的時候 他跟他人絕對不要問 為什麼 健在閒上 不得不發 我告訴你 他不只愛你 他愛你祖宗八代 OK 所以那個講我愛你 你也不要相信 OK 做完了才問你愛不愛我 這有什麼意義 OK 只有一個前提 你才可以問這個男的 愛不愛你 什麼時候 就是你確定 他非常愛你的時候 你才能問 是 確定 我只要不確定的時候 絕對不要問 真的 你怎么会不确定他爱不爱你 如果连这样的认识都没有 换人了啦 真的 整个东西任何幸福 是因为你很有把握而制造出来的 而不是每次都在探寻 都在冒险 你在冒几次险 你就把自己伤了 对方还不知道他猜错答案 你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是一个男人爱你 我觉得就不用 不要再问这种话 怎么蛛丝马迹来看出来吗 因为这种话 其实男人在讲那句话是 那一刻真的是真的 可是不是拿那句话 来衡量以后的 没有啦 因为说我怎么时候 可以问这句话 我怎么知道这个男人是爱我的 有什么蛛丝马迹 可以看得出来的 很简单啦 如果他是早睡的人 半夜你打电话 他第一声就想起来 为宝贝什么事 如果他是半夜才睡觉 你下午 他睡得正死的时候 你打电话 然后他立刻接 你们会不知道 这男人在不在乎你吗 你们 刚出社会吗 哎呦 我为什么一直丢这个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这个 因为感觉 感觉温度蛮高的 好各位 今天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 说我们男生 现在这边有圈插牌吧 那美音姐来出一些考题 好请问 当女生半夜说 我肚子饿了 是要吃东西 还是不要吃东西 请举牌 男生举 就是要吃哦 对啊女生半夜 跟说肚子饿 好 要吃就是要吃 好 你们牌不要放下来 好 我们来问女生 请问女生半夜 说我肚子饿了 是要吃还是不要吃 请举牌 好无聊 怎么会这样 这什么意思 你拿过去啊 我们一直干嘛说肚子饿 那不要吃为什么又说肚子饿 没有 我现在举的是一半 是一半 来宇柔 宇柔 没有因为有时候 他会在靠腰肚子饿 只是说他可能真的肚子饿 可是半夜要吃东西 这件事情 我们会顾虑到说 半夜吃东西会不会变胖 所以如果你跟我们说 不要吃 我们早一点 起来吃早餐 我们就会OK 对 对 对 那就不要靠腰就好了 我只是想要说 我们真的很饿 那主要呢 应该是说 我们知道吃宵夜会变胖 所以想要听到的是说 你们有没有在乎我们的感受 假如你当下就说 好 我带你去吃东西 对 那我们搞不好是 欸 你好浪漫哦 然后就跟着你去了 不会 不会 我不会去 差什么 因为女生不是真的想吃东西 她是想看到你 你的关心 是看到你可以来 你的反应 你的设定是如果她不在你旁边的话 对 女生半天说肚子饿 不是要吃东西 要吃什么 不是要干嘛 对要吃什么 吃辣烛 不是真的要吃 有时候只是妈妈嘛 就不可以把他讲一讲的 可是是真的饿吗 那个时候 有一点饿 那如果我真的买过去给你 你会开心吗 我就开心 你会很感动 你会很感动 吃一点点啦 可是我们买过去 然后你就看着我们把我们买过去的东西自己吃 对 可是我们心里会很开心 对 说你有在买到我 一起吃也可以啊 但会在心里骂的时候 如果我明天变胖怎么办之类的吗 不会 因为我们只会吃一口 其他都是你会吃 对 对 再一题 当女生问你说你要不要喝饮料的时候 你想 女生希望你要还是不要 请举牌 要吧 但是有想 对 没有一个爱败我的许昌德 阿德老师 老师请说 没有我 我想了画面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想说要不要喝饮料嘛 对啊 我想了是因为我太常这样对我 就是手上哪个饮料 然后问我说你要不要喝饮料啊 如果我说要喝他就不爽 因为他其实他这个只是要问我说 诶 你要不要喝 要一个客气问我而已 事实上他是希望我说不要喝 他想要自己喝 就自己啊 这样有错吗 你的经验是这样的 一般他就是要跟你去买 我们都已经被制约成说 老婆问你说 诶 那个你想不要喝饮料 好 我去买 我就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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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这一题 通过 而且如果我们还能讲中你的喜好 那就更好了 对 对 如果你打票给女生问说 诶 宝贝 要不要顺路接你下班 然后女生说不用的时候 请问到底她说的是要还是不要 请举 这很难讲 这很难讲 这个很难讲 因为我跟这样 感情那个初期热恋的时候 一定是要的啦 不要讲那么多 直觉回答就好 嗯 好来 各位女生 当 你打电话 你男朋友打电话给你说 要不要顺路来接你 然后你说不要 请问你说的不要是真的不要 还是 还是其实你是要的 请举圈或叉 不要的举叉 不要的举叉 不要的举圈 可以来接一下啦 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我希望的是她直接已经到我公司楼下了 因为第一开始说不用 是想说我们要有一点那种精神 对不是就是体贴她 就是不要太麻烦了 不是她可以说 没关系我真的在附近了 我们就说好啊好啊 那不然她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举这个叉吗 我是用多少的心痛来举这个叉 没有错 真的 因为以前就发生过那个 女朋友跟我说 我说要不要我今天去接你下班 她说 没有要下班 今天不用啊 然后想说 我要给她一个驚喜一下 结果我就到她 那个下班的地方去等她 结果后来得到驚喜的是我 因为就有别的男生送她回家 就在我面前我就 所以她才叫你不要来嘛 对 因为有别的男人要送她的嘛 那一刻你怎么开车回家 我就哭还哭着开车回家 因为我不敢惊动她 因为我刚好就是想说 我就看到她跟一个男生 去跟她同事嘛 然后就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嘻嘻哈哈 然后坐车 嗯 我就走了这样 你当时就聚餐了 你从来也打电话给她 你从来到来就讲这事情啊 然后她就 反正就是 想要偷偷的 就是开开心一下 所以 我一直说 既然你自己说不要 那我干嘛去接受这样子的惊喜 那是跟口气有关系 要是说好啊 我说没关系不要这就是要 要说没关系不要 我跟人家有约这就是不用 而且她一直这样 那也很少一道这样的人欸 那大家通常都是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不要只是客气 怕你塞车怕你干嘛 但是你真的来的话会好感动 对 这是男生加分的好事情 是喔 真的 好 初二 结果真的有男朋友就没有来接你啊 有啊 就超生气的啊 因为我跟你说不用来接我 其实是想要体贴男生 但是如果他来了我们当然很感动 但是他没有来 我就不会再接他电话了 就生气了 那万一他来了 你又被别的男生再走了 不会 不会去听得出来 那你干嘛说不用 你们不用就不用 要就要啊 就是女生要矜持一下 然后是想要男生 偶尔大男人说 我现在就去接你 我跟你讲是这样 可是 女生要讲一句前提 是女生要说 喔我怕你塞车啦 那不用就要 你要讲这个 要撒嬌一下就好了 对你要撒一下嬌 再说不要 男生才想说没关系我可以 就不要再帮我拿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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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